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死亡解剖》 故事一开始,弟弟正在就读于医学院 为了能顺利毕业,专门请来了自己做医生的哥哥教自己解剖尸体 不过弟弟实在血液不清,对于哥哥提出的各种问题都回答不上来 弟弟认为是自己对尸体不熟悉,因此专门挑选了另外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是一位美女,弟弟健壮竟然起了色心,一直在轻薄女时 哥哥警告弟弟死人虽然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大脑还是存有意识的 只是身体没有知觉和痛觉了而已,弟弟听后根本不信继续轻薄 哥哥忍不了了,就在要教训弟弟的时候 女士突然坐了起来,紧紧掐住了哥哥的脖子 之后停尸房的尸体也站了起来,看着被下滩坐在地上的哥哥 弟弟哈哈大笑,声称这只是自己和哥哥开的一个玩笑 却不想此时的哥哥已经被吓得心脏骤停 画面一转,来到多年之后,弟弟成为了出色的企业家 这天他接到了一封信,然后就非常生气的冲出了办公室 他来到实验室,问哥哥为什么要拒绝自己给他找的大学教授的工作 哥哥称自己对于带小孩没兴趣 弟弟威胁哥哥如果他不接受工作 那么自己就会停止继续提供哥哥实验室的研究资金 可哥哥依然不为所动,弟弟伤心的说 你还在怪我吗?哥哥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走到了自己研究的尸体旁边告诉弟弟 自己曾经亲眼见着活死人从坟墓里爬出来 因为这些人的意识还是活的 弟弟仍然不愿意相信,就想要离开 此时哥哥突然说了一句死亡快乐 紧接着刚刚喝下饮料的弟弟突然痛苦的倒在了地上 原来当年哥哥在被弟弟恶作剧吓到后 他的右手就瘫痪了 从此失去了成为医生的资格 为了报复,哥哥给弟弟注射了一针药 让弟弟的身体彻底死去 他要让弟弟亲自去感受论证自己所说的观点 这时弟弟才知道原来哥哥是对的 死人的大脑真的会有意识 弟弟亲眼看着自己被哥哥送进冷藏室 将要进行器官宣线 随后哥哥对弟弟的尸体说他接受了教学工作 现在将带着学生来观摩尸体解剖 用的正是弟弟的身体 此时死去的弟弟在大脑里大喊 哥哥放过我吧 弟弟亲眼看着哥哥从自己的身上取下来了各种部位 终于他尖叫着坐了起来 这时哥哥笑呵呵的说道 刚刚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罢了 其实刚刚弟弟真的心脏骤停了 只不过哥哥研究的药物将他救活了 这个玩笑看似持续了好几天 可实际上只有三小时 弟弟本想说哥哥你赢了 但就在此时弟弟的心脏病也突然发作 等弟弟再次有意识的时候 他听到两个医生在说 这人被自己的亲哥哥杀死了 另一个医生则说 这不过是一个意外而已 原来这次自己是真的死了 而且哥哥有一点说错了 尸体不仅存有意识 而且连痛觉也是存在的 紧接着弟弟看到有刀将要解剖自己的身体 下一个他清楚的感受到了疼痛 这次自己是真的玩完了 哥哥